大家好,我是張明忠 我現在的所在位置是在永安路與長河路的交叉口 也就是永安橋要往北外環道路的交叉路口這邊 那我現在會來到這邊主要是有民眾反應 說在這個路口其實它等待的時間長得有點不合理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於說它有非常多的流向的車子 然後目前的安排因為它上下班的車流量大 所以它會有比較長的等待時間 然後我現在所在位置現在剛開始進入紅燈 然後我開始來計算 然後我們來計算說它要等多少的時間 那目前這個位置因為它是從市區往南科的一個重要的道路 所以在上下班時間它的確是車流量比較大的情況 所以它會有比較長的耗置安排 但是這樣長的耗置安排 即使是在離空時間 這個時間其實並沒有去做調整 會導致說其實在這個車流 它很容易就造成後面塞住的一個情況 那因為高架橋下來它的車流量會比較大 就是會需要等比較久的時間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說它其實到後面的車流 就是在現在的離空時間 就是在現在的離空時間 但是後面的車流它已經沒有那麼多 但它還是必須要等耗置燈的一個情況 這部分它會就是民眾會希望能夠有一些彈性的調整 再來就是它因為高架橋下來的道路它區分了兩邊 它因為都是交錯的 所以變成它沒有辦法讓從一條道路上的車同時進行 也就是說一條路被高架橋下來的扎道去區分成兩邊 而兩邊都會有各自的耗置燈 所以讓這一個紅燈特別久 好 我這邊是等了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也就是說在這個方向耗置燈的出現 就會造成兩分鐘的等待 那這個時間它已經是非見風時段 還是需要等那麼久 會發現說它會累積比較多的車流 當然這個路口它的確是比較複雜的一個情況 以及上下班車流比較多 希望說有沒有可能去讓它在離風的時間 那甚至是一些晚上的時間 可以不用等這麼久 但這還是希望要在交通單位 他們的安全考量之下 好 我現在來到了對面 那這裡 從這裡看起來 那浩置燈的部分 會等超過一百多秒 那裡面外車道的部分 它會有大概五十秒的時間 去讓車輛去通行 但其實因為現在是離風時間 可以看得到兩台機車過去就沒了 但是它在對面 對面的車流 就有比較多的現象 所以它是 也許可以在這邊 先讓它可以快一點 去做右轉的車流的安排 那到了平面內車道的部分 有大概十五秒的時間 十五秒 那也的確目前是足夠 這個平面內車道去進行 再來是下閘道的部分 就大概有將近一百秒的時間 所以主要是下閘道這邊的時間 保留的很長 那也的確目前 車流還是蠻多的一個情況 然後從永安橋過來的車流 也還是落意不絕 所以這個路口 真的是很繁忙的一個路口 主要還是現在北外環道路 往四區的銜接 目前還在施工當中 一旦這個高架往四區的銜接完成 這個路口的車流 應該就會前超很多 然後我們是希望 可以做一些 微調 就是下閘道的部分 在離風時間 也許可以做一點調整 不一定要等那麼久 那就是要看說 實際觀測車流的一個情況 我是江平忠 我的介紹到這邊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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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